今天我们继续零基础承认刚行第四课 前面第三课的内容呢比较短一点 相信大家应该都练好了 今天开始正式学习记谱法 也就是五线谱 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五线谱 它到底难不难 我们打开书本第十六页 第二单元记谱法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五线谱 那五线谱当然就是五条线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图谱 它上面呢就写着一二三四五 而且这个数字呢是被线穿过的 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线 后面的一二三四呢 是被两条线夹着的 就每一个数字被两条线夹着的 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尖 我们把这些数字呢替换成全音符 就是下面这个图谱 每一条线穿过的就变成了一个全音符 那这个呢就叫做线 那后面的呢就没有被线穿过 被线夹着的这个就叫做尖了 而且呢大家会发现下面这个 还有最上面这个呢 它没有线夹着 但是它也不像前面一样 被一条线穿过它的肚子 那这个呢都叫做尖啊 只不过呢在这五条线下面的尖呢 我们把它叫做下加尖上面的尖呢叫做上加尖 那还有最后一个除了尖以外呢 它还可以加短的线啊就一条很短的线 这个呢就叫做下加线 那它可以一直往下面加就叫下加一线 下加二线下加三线 就一条一条的往下面加 往上面加的就叫做上加线 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那这个甘心谱呢 就是我们两个手一起弹的吧 那两个手一起弹呢 它是有两个谱号 一个是叫做高音谱号 又叫G谱号 那这个样子呢 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多 只要呢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呢 可能都会出现这个高音谱号 那另外一个呢就见的比较少一点 它叫做低音谱号 也叫做F谱号 那高音谱号呢 主要负责的就是这个中央C往上面的 记得是主要啊 不是一定是主要而已 那低音谱号呢 主要呢就负责这个中央C往下的这些情节 好我们就简单的换一下 首先换这个高音谱号 从最下面开始 一飞抽上天 香蕉第四线 这个是第四条线 一二三四 然后呢屁股坐到第一线 肚子顶着第三线 最后回到第二线 那我们注意一下 刚刚说的香蕉第四线就是在这里 一二三四 对吧 然后屁股坐到第一线就是在这里 啊 这个是第一线 然后肚子顶着第三线呢 就是在这里 啊 然后最后回到第二线 那这个第二线呢 在高音谱号里面呢 就是G 所以呢 它最后回到了这个G 所以呢 它也叫做G谱号 啊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简单再画一遍啊 大家仔细看 慢一点 一飞 冲上天 香蕉第四线 屁股坐到第一线 肚子顶着第三线 最后回到第二线 好 那接下来我们画一下低音谱号 低音谱号呢 其实你就照着它那个样子来画就行了 但是注意一下 一开始呢 它是有个点的 所以呢 先把这个点给画出来 这个点呢 是在第一二三四 第四个线这里 记得啊 数这个一二三四 一定要从下往上数啊 然后呢 再画一个 类似于我们画爱心的一半啊 注意一下 上面的顶着这个上面 最上面一条线 然后呢 这里呢 只要超过这个第二条线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加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呢 是在最上面这两个尖 也就是第三第四个尖 一二三四 第三第四个尖 然后呢 这个点点所在的这个第四条线呢 这个它就是F啊 所以呢 它就叫做F普号 好了 都知道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往下面看啊 大普表 那这个大普表 也就是我们弹钢琴会看到的 这个普表了 也就是上面是一个高音普号 下面是一个低音普号 然后中间呢 还有一个大括号 然后有一条长长的连线啊 这个小节线呢 就是把上面一个五线谱 跟下面一个五线谱连在一起了 这个呢 就叫做大普表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看上面的音符 你看看啊 这个右手 在上面高音普表的下架一线 这个就是中央C 那它以后再也不会变了 这个就是中央C 以后在哪里看到它 它都是这个中央C 然后呢 我们就往上看 C往后就是D 哎 你仔细看看啊 它第一个是线 它第二个就是尖 然后第三个它又是线 第四个又是尖 第五个又是线 所以在五线谱里面啊 就是在这个琴间 挨个往上的时候呢 它就是线尖 线尖 线尖 这样轮着来的 大母哥呢 放在这个C这里 对不对 那左手呢 他把第五个手指呢 放在了一个第一个位置的C这里 它这个C呢 它是尖 然后就尖 线 尖 线 尖 也是跟右手一样 它是C D E F G 好 第十七页首先介绍呢 是一个拍号 那今天的我们谈的是四四拍 我们先介绍这个四四拍 那四四拍呢 它有两个数字 上面一个四 下面也一个四 那可能有的同学看这个的 不太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首先下面这个数字呢 它下面这个四啊 是代表着四分音符 那四分音符呢 它就属一 也就是四分音符呢 就是一拍 那当然我们之前学的也是四分音符是一拍 以后碰到其他拍子的时候 我再详细讲啊 然后上面那个四呢 就代表着每个小节啊 有四个下面这个四 四分音符 所以呢 它简单的说就是有 每个小节有四个四分音符 那就是四拍了 所以呢 这个拍号呢 就是规定每个小节啊 它的拍数 它的组成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它是规定来的 我们再往下看啊 我们就开始弹曲了 C上的前奏曲 大家呢 首先呢 还是要按照它的练习建议啊 先把它里面的 呃 节奏给拍出来 还记得吗 四分音符我们说 他啊 然后二分音符 空心的 有尾巴的 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 全音符是 突二三四 啊 那这一次呢 我们一起来拍一下 那我们跟个节奏吧 它音乐里面呢 它是九十六的速度 那我们呢 就拍慢一点 拍个六十 二三四 准备开始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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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好 那因为第二行的节奏呢 跟第一行一样 所以呢 时间关系 我就不带大家拍了 看到上面的一二三四 它不是手指啊 它那个是拍子啊 我们在弹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把它数 一二三四 哎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音符呢 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我们的手指呢 就会往那边走 哎 然后呢 我们看到第一个小节 跟第二个小节 行接的地方啊 这个F的时候呢 哎 到第二个小节 第一个音呢 它是不是低了 啊 比这个E 是不是比这个F要低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弹完这个第四个时候 也就回来了 对不对 它低的时候就往这边 高了就往那边 好 那第二个小节 我们继续往后面 E F G 所以往上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在弹的过程中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G弹了以后呢 再补一个第二拍 G 这样就好了 好 那再到后面呢 它就是一个G 它就开始往下了 我们就往下弹 往下走 F E D C R 二三 四 啊 那左手呢 也是在这个位置 那大家注意了 在弹的过程里面呢 一定要记得 哎 这个手的动作呢 一定要按照之前的来做啊 就是手腕不要掉下来 然后呢 手指要弯弯 然后呢 不弹的手指呢 抬起来啊 但是抬起来的时候 手指头还是朝下 那在这里还是要求大家呢 弹一个 放一个 弹一个去放一个 大家自己练习的时候是慢一点啊 当你摸熟了这些音符以后啊 我们呢 就开始 跟节拍器 然后呢 当你速度跟上了以后呢 你就跟着音乐一起弹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看下面一行啊 左手从这个C开始 E E 到第二个鞋子 它又低了 所以呢 来到这个第三个手指 E E F G R G F E D C R 三 四 哎 那这个拍子的感觉呢 是需要大家跟着节拍器 啊 一边弹一边去数的时候呢 才会有这个节奏感出来的吧 啊 如果刚开始呢 你就单纯自己练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就 G F E C R 三 四 是不是突然就会很快了 这个感觉呢 是大家听得多 这个拍子 节拍器啊 弹得多 那这样的这个节奏感 才会出来的 我们呢 就跟着音乐来弹一遍 二 三 四 准备开始 那是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记住这十个手指呢 其实不太可能啊 一下子能记住十个 特别是在音符游走的过程里面呢 呃 它的变化了我们可能不能一下子就能找到 那在这里呢 建议大家记住几个位置 首先呢 就是右手的这个中央C 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这个中央C呢 先把它记住 然后第二个呢 就把这个D 就是它上面来的这个 啊 就是这个下加肩的这个B的位置呢 也是可以记住 因为这个位置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其次到第二批 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 就是这个E 就是在第一条长线这个位置 那这个F呢 如果可以 你就把它记住 如果不可以呢 你可以先不要管它 你先把这个123就记住了 然后呢 我刚刚不是说的 你看到这个音符往上的时候 你就往上走 啊 你看到这个音符往下的时候 你这手指就往下走 这个呢 是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很重要的一个谈法 大家呢 看五线符呢 先学会看这个音符往上往下 就像刚刚一样 我没有提醒大家用什么手指 后面呢 只提醒大家 哎 往上走了 我们就往上看 往下走了 就往下看 那当然后面不能完全只用这种弹法 但是现阶段 我们先用这个弹法 熟悉一下这个五线符 熟悉一下这个手指对应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那左手呢 呃 因为它都在我这个五线符的中间 比较难记 所以呢 在这里建议大家先把这个 相对来说 最明显的这个G 就是这个第一 啊 低音符表里面 最上面一个尖 就是第四个尖的这个G 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大家呢可以先把这个给记住 其他呢 你就往下面数 那就可以了 当然一般这个谱子第一个音 它都是给我们提示的 重点还是要多弹 多看 好 第十八页呢 就是修指符 它那个修指符呢 它其实它就对应音符 修指符呢 就不发出声音 这修指符呢 它对应的音符呢 有四分音符 它对应就是四分修指符 二分音符 对应就是二分修指符 全音符就是对应全修指符 啊 它拍数是一样 但是修指符呢 它不发出声音 那我们在谈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要利用我们自己的嘴巴 啊 然后呢 就给它补上这个 那这个修指符呢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声音去代替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嗯 嗯 好像空了一下 那有的呢会说空 其实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 我们要把这个修指符呢 给空出来 啊 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独自前行 那我们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打个叉叉 啊 或者说你直接这样握着手 只要是一个动作 这样就行了 这个动作不发出声音 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们就拍一下 这个第一行的节奏啊 你看 它开始是个四分音符 塔 第二个它是嗯 或者是嗯 或者噓 都可以啊 我们试一下 又噓吧 可能大家对于噓就是 不要发出声音啊 这个意思 啊 我们直接来 塔 噓 塔 噓 突 二分修指符两拍 噓 噓 然后后面 塔 噓 塔 噓 突 那我们呢 把它拍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弹了 但是呢 究竟是因为多了一个修指符啊 这个弹法呢 就要注意了啊 就 弹完第一个 塔 噓 噓 噓 二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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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弹法一定要按照之前的啊标准来啊 手腕手指该怎么样呢 一定要注意好 好 我们弹一下下面这行吧 我们就用塔跟噓 啊 把它的声音给说出来 那在这里呢 它的音符呢 就会简化了很多 在这里呢 它只有 C D E 只有这三个音 所以呢 我们找音符呢 不用那么麻烦 这种点呢 就放在了节奏上面 那建议大家还是跟一下节拍戏 然后再跟音乐啊 慢慢来 那时间有限 我就不用节拍戏了 我直接用音乐带大家弹就好了 二三四 准备开始 是不是啊 当你练书以后跟着音乐坛呢 就非常的带劲了 好 那我们看到下面这个铃儿响叮当 那大家都很熟悉的啊 那建议大家呢 还是自己下来呢 先拍一下 记得把休止符拍在里面 那在这里我就不带大家拍了 因为这个歌曲中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我直接呢 就跟着音乐 大家呢 注意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你就在评论区或者私信给我啊 咨询我就好了 哦 开始 好了 第四课我们就讲完了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我刚刚提醒到了看音符 要学会看高的低了 那看高低呢 千万不要看尾巴 也就是不要看音符的符感 要看斧头 那关于符感的问题呢 我下节课再跟大家介绍 那还有 那千万不要着急说啊 我想这一两天就把这十个手指头的位置全记住 这样呢 可能你会吃不消 那最重要呢 你就把今天的练习 把它练熟 能跟上音乐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弹琴啊 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不可能一下子呢 就吃成了胖子 所以啊 今天就到这里了 赶紧去练琴 把它练熟吧 拜拜